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北京冬奥 这一届冬奥由于疫情的关系 还有西方国家的抵制 在开幕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冬奥会只要顺利举办 就是成功 那么现在冬奥马上要闭幕了 中国的金牌和奖牌数 已经创下了史上最好的成绩 不过北京冬奥成功了吗 从奖牌数量来说 中国是成功的 但是这一场在中国模式下 举办的冬奥会 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哪些真相呢 我们从冬奥开幕说起 开幕社的场面很盛大 不过场外上演了一出闹剧 当时有一位荷兰记者 正在做直播连线 突然镜头前出现一个保安 把记者推走 整段画面就直播出去了 您听到这个记者用中文跟保安说 稍等一会儿 我现在在新闻联播 但是这个保安 还是很粗暴地把它推走 这段直播画面 让西方国家可以说是 看得瞠目结舌 不敢置信 冬奥一开幕就上演 这个践踏新闻自由的荒谬闹剧 之后冬奥就躲不开 钳制言论的话题了 那么和言论自由有关的议题 还有外国选手 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 近身不评论中国 女子担任雪橇金牌得主 德国名将纳塔利盖森贝格尔 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 她必须谨慎发言 等离开中国之后再评论 而当她回到德国之后 就对德国媒体说 奥运前她一直犹豫 要不要参赛 后来她觉得人权问题 或者是比赛场地的环保问题 她去或不去都不能改变什么 所以她还是去参赛 她说从此再也不去中国 而另一位 拿下两面金牌的瑞典 竞速滑冰选手 尼尔斯·范德普尔 从北京一回到瑞典 就公开批评说 让像中国这样 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 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当时她还说 因为瑞典队还没有全数离开中国 因此她不愿意多谈 我今天请三位来宾 一起讨论冬奥的话题 我们从言论自由这个话题谈起 那么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打压言论自由 但这一次是外国奥运选手们 亲身经历 首先我请八九民运的参与者 和研究者 现在旅居台湾的 吴仁华老师来谈谈您的看法 外国的运动员 如果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如果你发表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包括自己在参加北京冬奥会期间 那个言论受到控制 这些真实的情况 如果讲出来的话 他们知道一定会有 相应的一些后果 所以你想连外国 来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 都有这种恐惧的一种感觉的话 那你就可想而知 那真在中国大陆的民众 他们在言论控制方面 所受到的那种恐惧 就可想而知就是 再来请问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桑普老师 很多运动员都被警告 就是要遵守奥运会的宪章 跟中国法律 就不能自由发言 也不能带上自己的电脑 甚至连美国众议院的 那个议长 Nancy Pelosi 都是告诫美国的运动员 不可以在奥运期间 讲人权抗争的问题 可见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严重 再来请教台湾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陶一芬老师 北京自己也很担心 个别的奥运选手 到了北京之后 会针对你刚才所谈到的 这些议题 来表达个人的一些立场 所以他在赛事开始之前 他就已经说过 如果在北京的这些选手 就他们的任何的言论的表达 造成中国的政治的问题的话 他们就是说会比照中国 社会一般的状况来处理 等于就是说会用刑法伺候 那国际奥委会对这样的做法 视而不见 其实这是蛮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那也确实就让这些选手 没有办法在奥运期间 有任何对于任何事情的立场的表达 这个其实是跟这些年来 国际运动界的一个趋势 是相反的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在国际运动界 其实运动员 他们所强调的 不光只是在 就是运动场上的这种运动家精神 也是希望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能够就一些他们所相信的理念 也能够做一些 这些理念的倡议 那这些事情 现在在北京都不可以做到 所以他本身就是 跟国际趋势违背吧 清华大学教授 劳东院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 所提到的状况 我觉得就蛮贴切 就是说 整个国家越是去强调 所谓抽象的群众 其实在实际生活里面的个体 就越受到忽略 你越是强调一种集体的光荣 那你其实越是在个体的生活里面 个人的一些牺牲 那你做到最后 其实你对爱国主义 只能够去诉诸 像是古爱玲这样子的案例 事实上古爱玲的案例 是蛮讽刺的 就是说你越用爱国主义去宣传 其实你越有一个危险 因为他的行为 基本上跟他妈妈的行为 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为 就是反映了现在整个奥运的 赛事越来越商业化的一个趋向 在国际都制裁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原本的一些 在西方的运动品牌代言的机会 可能比较少的时候 他就说要代表中国队 然后在中国有很多的运动品牌 愿意找他代言 想要两边这个利益都能够 极大化的来获取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看在大家眼里 都是吃相难看吧 反而变成了是冬奥的一个焦点 然后古爱玲他自己本身是 中国精英中的精英 然后这样子的一种 很机会主义的行为 我觉得其实是蛮讽刺的 但是就是他就把它做一个 爱国主义的宣传 那像这个胡锡进 其实也有写很张提醒说 不要宣传过头了 因为他到时候在这个国籍上面 可能他最后 因为他还算回去史丹佛大学读书 他还是不会放进美国 所以到时候可能反过头来 会让大陆自己很难堪吧 第三位登场的是 中国队队员古爱玲 古爱玲是冬奥的一颗发亮的明星 但是在冬奥期间 关注度可能不比古爱玲少的 另外一位女性 是徐州被铁链拴住的巴海妈妈 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提出一个问题是 古爱玲与小花梅 谁代表着真实的中国 纽约时报说 古爱玲已经成为 北京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代表着中国成功 而小花梅代表着中国 仍然有数亿人贫穷落后 生活非常的困苦 那么中国在举办冬奥之后 在内政和外交上 要面对什么样的形式 来请教吴仁华老师 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 可能习近平的外交困境 跟内政困境的问题 可能更会凸显出来 因为北京冬奥会期间 很多问题它会被掩盖 冬奥会期间 中国为了所谓的成功的举办 它就加强了 那个网络言论的控制 像那个徐州风县 铁链女子 这么重大的问题 都被强行的掩盖 但是冬奥会结束以后 焦点又重新 可能又回到中国的外交 跟内政的困境的问题上 当然包括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上 2008北京夏季奥运会 胡锦涛跟各国政要的合照 从他的合照上可以看出来 那是中国开始前胜 崛起的一个开端 一个标志 但是你从习近平 这一次冬季奥运会 各国政要那个合照上 你可以看出来 这是中国开始用前胜 走向衰败的一个开始 好 再来请教陶一芬老师 2008年的奥运结束之后 美国正好发生金融海啸 确实那时候全世界的感受 是中国国力的一个增长 但是这次奥运这样子 风风光光热闹之后 接下来其实经济面对到的是 国内外很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还是存在那里的一个状况 就是它国内贫富差距并没有改变 然后经济起不来 然后内需下行 然后年轻人的失业率攀高 然后生育率下降 等等的问题 加上这个疫情 就是接下来春天到夏天 可能是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要从这个COVID-19的疫情走出来了 但是因为中国的防疫的方式 它又不愿意 制打中国之外的疫苗 然后他们自己其实对自己的疫苗 也不是这么的有把握 就是接下来到底别人都要从疫情走出来 都要开放了 那中国要怎么样来回应 这都是很头痛的问题 那它又要开二十大 所以这个冬奥结束之后 等待它的跟2008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光景 那也确实证明这样的一个模式 走到现在就是有点极端 然后有点无以为继的感觉吧 对啊 所以它可能就会有更严格的控制了 好 再来请问桑普老师 可以说它搞了一场非常 花了很多钱 搞了这个北京东奥 但是呢 却引起很多纷争 那包括它跟韩国之间 还有当然韩国关系 因为它穿一个朝鲜服 在韩服出来 那个韩国民众 尤其年轻人 现在对中国非常反感 因为很多小粉红 就假冒韩国人在推特上 向中国道歉 假道歉 甚至中国的王孟 是捧捧韩国队是摔得好 那个韩国也有不同的选手 被很不公平的判施格 那结果是引起很大的争论 那这些事情在韩国是越演越烈 所以你看到这个对于 韩国三月初的选举 也可能刺激起新一波的反中情绪 文在寅跟李在寅政权可能不稳 整个国际上面来讲 对于中共这一次办这个冬季奥运 是负面评价居多的 办完之后 引起的中共或中国的形象 国力都有削减 形象削减 国力你民穷才净 给了这么多钱扎到里面去 那在割韭菜的时代 二次文革的时代 更加是花了一大笔钱在那个地方 达不到一个宣扬国位的效果 那反倒是有很多的事情 给人家抓住来 一直来去做文章 的确这一届冬奥的负贫很多 但是我们回顾2008年的北京奥运 当时全世界对中国是充满期待的 请问吴仁华老师怎么看 2008年和现在中国的处境 在2008的时候 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有期盼的 而希望让北京举办奥运会 能够让中国就逐渐地 融入国际社会 然后带领中国更开放 然后走向民主 所以当时西方国家是有期盼的 所以中国政府也正是利用 那个西方社会的这种期盼 成功地举行了北京那个奥运会 所以在2008年 像国际特色组织 这些抵制北京那个奥运会的时候 声音那个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国际社会的主流 是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 希望通过北京的奥运会 能够将中国影响更开放更文明 但是实际上证明北京奥运会 只是让中国获利 但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并没有获利 反而成了一个受害者 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 的确是让中国走向了国际社会 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的崛起 中国政府也是通过2008年奥运会 逐渐在世界扩大自己影响力 甚至到了最后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输出 所以从过去的支持到现在的抵制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 对华绥靖政策的一种失败 是 国际社会对中国在08年时候的观感 和现在对中国的观感出现很大的改变 请教陶一芬老师 您认为这是中国制度的问题 还是领导人施政的问题 习近平也是中国制度的产物 我其实一直觉得很多人推崇大陆 它一个只要经改不要正改的体制 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方法 但是没有正改的经改 其实是走不远的 因为它之前一直靠着 成为世界工厂对外出口的方式来成长 但是如果它要成为世界市场 要发展内需的话 它终究是要在国内建立一个 公平公正的市场制度 那还是会控制到要建立法治体制 那这次就会挑战到一党专政 所以习近平 他反而去用强化党 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市场的控制的方式 来延续它只有经改没有正改的发展路线 那其实它走到最后就会 它没有办法跟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接轨 然后反而是越来越走回头路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体制的问题 2018年这时候圣火在世界各地 传的时候到处都遇到西藏人的抗议 支持西藏的也有很多是西方人 所以那时候也让中国意识到它的崛起 并没有让世界其他的人感到欢迎的 那所以它也从那时候开始 非常的为中国模式辩护吧 或者是做宣传 那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趋势就越演越烈这样 好的 今天谢谢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讨论 冬奥相关的话题 那么冬奥结束之后 三月马上要开两会 到时候中国的经济问题 还有包括徐州 巴海妈妈 这个人口拐卖等等的内政问题 将会有更多的讨论 今天谢谢您收听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